刚过去的2019年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来说 绝对是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一年 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中国去年首三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更是屡创新低 其中第三季的GDP增长率只有6% 创下了1992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告别低迷的2019中国经济在踏入崭新的2020年 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从中国官方近期所公布的数据 大家或许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端倪 中国国家统计局早前公布了12月份的采购净利指数PMI 在非制造业方面指数虽然因为建筑业季节性回落 而从11月份的54.4%减缓至12月份的53.5% 但在部分高端服务业的强劲推动下 有关方面对非制造业接下来的表现保持乐观 电信服务业 油电业 电商服务业等等 这些服务业回升也比较快 所以说高端服务业对整个市场的这种引领作用 带动作用也比较明显 过去一年 中国在非制造领域的采购净利指数 一直都保持在50%以上 意味着非制造业总体而言 持续保持着扩张的状态 除了非制造业持续保持扩张的势头 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数据也非常令人鼓舞 数据显示 去年1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了50.2% 是连续两个月处在50%以上的临界点 换句话说 中国的制造业前景也正在向上前进 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就提到 受益于中美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困扰全球经济的贸易战火已经逐渐降温 同时 中国下调关税支持基础设施支出的措施 也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这一系列的利好因素 让中国经济在2019年结束之前开始触敌反弹 另外 巴克莱资本公司的经济学家 也对中国的短期复苏保持乐观的态度 整体来说 迈入2020年 中国的经济逐步好转 并且在逆风中回暖 本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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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